存知硕,我跟你一起去吧,沐秀也有些担心陈旭辉,行,我也一起去吧,墓水紧接着说道,最后,三人一起朝着陈喜福家中走去,等三人走到的时候,只看到陈旭辉一脸犹豫地从屋里走了出来,他冲出来看到沐秀三人,神情立刻就是一正。 你自己好好考虑吧,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你娘的消息了。 陈喜福脚一拐一拐地也从屋里走了出来,再看到陈喜福真的是让人有些唏嘘。 以前看着还算是精干的陈喜福,如今看着竟然瘦得像骷髅一样。 而陈喜福看着不仅瘦得恐怖,离得这么远,几人还能闻到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子臭味。 最让大家惊讶的就是,陈喜福的腿还断了一条,此时他脸色发青灰白,嘴唇哆嗦着,脸上浮着不正常的红韵。 让人不由担心,下一刻他就要倒下去了一样。 我如果答应你,你真的会告诉我。 陈旭辉刚才在灰暗的屋里,并没有注意到陈喜福的状态。 这会儿在院子里,青天白日的,看着陈喜福如此,他心里不由意紧。 我不恋你,我骗你干嘛。 陈喜福笑了起来,只是这笑却是让人无端生出一丝恐惧来。 我答应你,你说吧。 陈旭辉握了下拳头,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一般说道。 村子说,你们都在,跟我做个证吧。 陈旭辉给我还债,还要给我治病,我就告诉他他娘的消息。 陈喜福得意地看了眼中人。 木秀,陈喜福欠你家的钱,都由我来还。 陈旭辉似乎是做了什么错事一般, 他低着头看也不看木秀一眼。 你来还?你有钱还吗? 木秀看到陈旭辉就这么被陈喜福拿捏住了,立刻恨铁不成钢地呵斥道。 木秀,我这辈子都给你做牛做马缠还,我,我想找我娘。 陈旭辉的声音越来越低。 快点,你们听到没有,陈旭辉答应了啊,你们家的债,要找我就去找他,不要再来找我了。 陈喜福生怕陈旭辉反悔,赶紧扯着声音说道。 你快说,我娘去哪儿了? 陈旭辉也不嫌陈喜福一身的臭味,他走到陈喜福身前急切地问道。 你娘,你娘这个贱人。 他说去军事做保姆,寄钱回来养我们,结果呢,我被他骗了。 他竟然跑了,还把你这个雷水扔给我。 这个骗子,他一定早就去找了别的野男人,过好日子去了。 亏你还整天地想着他,他早就忘记有你这样一个儿子了吧。 哼,真是好笑,看你天天想去找他,我就觉得好笑。 你娘早就不要你了。 陈旭辉一边说着一边笑,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 他擦了擦眼角,看着一脸玉色的陈旭辉,心里越发地觉得高兴。 我一直不告诉你,就是怕你伤心。 这个世界上,只有我对你好,要不是我,你老早就饿死了。 你这个不孝子。 陈喜福脸色越来越红,他精神亢奋得喋喋不休的。 看着他眼睛透出奇异的光彩,木修不由觉得这人疯了吧。 哈哈,你现在求我原谅,我就考虑考虑。 陈喜福在那里继续大方厥刺。 就在陈旭辉要让他闭嘴的时候,陈喜福忽然眼睛一翻,晕了过去。 爹! 一直在一旁沉默不语的陈欢,尖叫一声,扑了上来。 我去喊大夫来。 陈向阳虽然不齿陈喜福的为人,但是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,还是得去找大夫来看。 村子说,你在这里看着,我去。 木修觉得待在这里剩人,他说完,就跑去找村里的赤脚大夫去了。 等到,跑得气喘吁吁的赤脚大夫,带着医疗箱来到陈喜福身边,伸手搭了下陈喜福的脉搏,又用手撑开陈喜福的眼皮看了看。 用听诊器听了听心跳,然后一脸严肃地站起身来,对着大家摇了摇头,死了。 什么? 木秀,木水,陈向阳,还有陈旭辉都是一脸的不相信。 哼,爹,你起来呀,你不要死呀。 陈欢还只是个九岁的孩子,对于生死也只是懵懵懂懂。 他听到赤脚大夫说陈喜福死了,以前他只知道村里谁家死人了,就是躺下再不会起来了。 他拉着陈喜福的手,使劲地往前拉着,想把陈喜福拉起来。 虽然陈喜福对陈旭辉不好,可是对陈欢这个儿子倒还算是疼爱,所以陈欢如今才会如此地伤心难过。 看着像是伤口感染了,又长期营养不良,然后高烧引发的心理衰竭吧。 赤脚大夫看了看陈喜福包扎着的腿,那腿肿得高高的,裤子被浓水浸得湿湿的,而且陈喜福刚死,但是整个人摸着却还是滚烫滚烫的,明显一直是在发着烧。 听到赤脚大夫说的,沐秀也不由得点了点头,这个完全有可能是这样才导致的死亡。 也不知道陈喜福带着陈欢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,怎么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这样。 陈旭辉望着陈喜福的尸体,他做梦也没想到,陈喜福竟然是以这种方式消失了。 而且,陈喜福虽然从他嘴里知道了他娘的消息,但是这个消息却让陈喜福心里更加的难受了。 难道,他真的是他娘抛弃不要了吗? 他原来如此的讨人厌,爹娘都讨厌他,连亲生爹娘都厌恶他,他存在还有什么意义。 一时间,陈喜福想得磨整了,院子里陈喜福站着一动不动,陈欢坐在地上哭哭啼啼,整个院子里乱糟糟的。 左邻右舍过来看发生了什么,没想到却是陈喜福死了。 顿时,村里的人都涌了过来,大家看着这幅情景都是一声叹息。 最后,在陈向阳的主持下,村民们纷纷帮忙,算是把陈喜福的后事给办了。 入恋陈喜福的博冠,最后是陈旭辉拿出来的。 陈喜福估计做梦也没想到,最后反而是他算计亏欠最多的儿子出钱给他办的后事。 陈旭辉把自己攒的所有钱拿了一半,给了陈向阳给陈喜福办后事。 随后,他就把自己锁在屋里,不吃不喝,自己待在里面。